歡迎大家收看《盤點政策》 今天我們來到環境及生態局 跟謝智雲局長一起探討 最近政策上很多相關於環境上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局長,你好 局長,你好 你好 局長,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媒體和你的訪問 都是集中了我們沒有做甚麼 我覺得其實我們借這個機會 我們應該討論多一點 其實我們過去做了甚麼 未來我們要做甚麼 垃圾徵費的政策 我相信在基路的過程中 大家的思考很多 最終決定我們暫活 或者我們重新規劃一下 局長,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先說一下我們做了甚麼 其實在路鋪電以來 這麼多年去教育社會大眾 有一個回收集塊 其實政府做了相當多的工作 是的,事實上也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 減費回收的一件事 這件事,香港外流都說了很多年 我還記得我們參加了兩屆政府 我們又開了一個大曬鬼 設立一個大曬鬼 外面也挺受歡迎的 我們在這方面 宣傳教育也做了很多 也努力去設立一些回收 但是我們看到香港的回收習習慣 始終都是不成氣候 不成氣候 我們早兩年的時候 香港廢物的回收率 大約是28、29 對於我們在說一些 就算是我們亞洲 日本那些 基本上去到一半樓 我想大概60%左右 韓國會高一點 台灣會更加高一點 去到差不多七成 我們一個20%的回收率 都比較低 所以我們都在想 用很多的方式 看看怎樣可以更加推動 有一個減費回收 我想大家都知道 各個都在說一個措施 就是用一個垃圾收費工具 來推動人們的回收習慣 在很多城市都做得到 香港討論了 我想都有20年 這個議題 在上一屆政府 經過很多的討論之後 最後就成為一個法例 所以我們這屆 都努力看看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剛才局長都說過 我們有回收率 希望203年之前 做到四成至四成半 剛才局長有談過 就說香港人的回收習慣 始終未形成 接下來 Going forward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局長 已經是有一個規劃或部署 如何層層不同的對象群 去做好回收 我知道近期 譬如在小朋友的角度 其實都開始做一些回收的事 會否可以由局長去講講 不同的對象群 如何互相相互影響 以至到局方可以做到 203年前的目標 我想我先講一講 我們整個事情的背景 因為我相信整個背景 對於我們了解 我們那個廢物管理 這件事 我們怎樣前行 更加會有用 是 剛才我都說過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廢物 就是收費是一個好的工具 我們很細小心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這一屆政府開頭的時候 我們很明白收費是應該香港 我們700萬人的事情 每個人都受到影響 所以要做要很謹慎 我想大家都記得 最初我們的時間表 其實是今年的1月1日 定1月1日 在去年應該是年中 那些清潔協會來找我 他說局長 如果定在1月1日 來實行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因為有時我們… 年尾很多人會有很多垃圾 要扔出來 我們最忙的 忙也不僅僅 而且我們農曆年的時候 很多工人會請假回鄉 所以他就說如果你這段時間 來到鄉人收費的話 對於我們的業界來說 這麼困難 你一定會搞不定 所以我們看 是他的確對業界 會造成一些巨大的影響 時間可能不太好 所以當時我們定了 不如我們退到1月1日 多點時間 我們來準備一個合適一點的時間 因為我們做的時候 希望他們做得好 因為影響很多人 後來過了這個區議會選舉 我們開始大肆宣傳 雖然以往這個議題 都談了很多年 去法律過的時候 社會有很多討論 當時大家都贊成 起碼大部份人都贊成 但當我們去大肆宣傳的時候 1月的時候 很多市民有很多意見 也有清潔的意見 連商界也有很多意見 覺得現在的經濟不太好 你這個時間來收費 正如說我們都很重視 影響很多人的一個事情 所以當時我決定 不如我們做一個先行宣示 試一下看看效果是怎樣 我相信做了之後 如果是沒問題的 大家看到 大家可能都會同意去做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知道 這件事我們應該要怎樣處理 先行宣示的結果 即是讓我們看到 原來我們的教育 如果推行的時候 都有很多具體的困難 有很多具體的困難 而市民的民情也都很清楚 我們很多方面 我們回來的不同的調言 不同的反應都說 我們有七、八成的市民 都是不贊成 即是我們是去推行 這個教育的垃圾收費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如果我們就這樣 我們仍然堅持去做的話 引起市民情的反彈 其實對於我們推廣 這個減費回收沒有好處 達不到那個目的 業績製造成社會裡面 有很多的困難 譬如剛才說到清潔工 我們在先行宣示的時候 看到就說 因為他們要將那些廢物 綠色袋、白色袋分出來 他們覺得很辛苦 因為那些不是無工仔 那些是很髒的垃圾 有些可能壞了 他們覺得很辛苦 而且要他們用多一倍的時間去做 所以也有一些車工頭 說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式去執行 你執行的話我就會轉行 所以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我們可能真的適宜 就是我們停下來 但是我們在這件事件裡 我們又看到有一個正面的訊息 因為過往幾個月的討論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現在很多市民都覺得 減費回收是要做的 而且也積極對做 沒錯 是要做的 雖然我不想政府收費 不過我們覺得是要做的 所以有很多要求 要求我們要安裝多些廚餘機 你要做多些回收網絡 那些綠色綠在區區的操作時間 要延長 讓我們方便一些 很多人去做 而且不單止是口 我們的確看到 在過往的幾個月裡 我們收到的回收物 是大幅增加的 幾個月裡我們收回來的家居廚 在幾個月裡加了一倍 以及其他陸在區收的回收物 都加了三成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不單止是那些人 把口說我們重視減費回收 真是他們做出來 真是看到他們的行動有所改變 我相信是因為多討論 大家的聚焦點開始在這裏 以往很多人的訊息都聽了 左右也有意出 現在不是 大家要看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要這樣 如何做呢 我們看到熱潮對於這個支持度 的氣氛 是我們以往剛才所說 我們做了20年宣傳 我們未見過一個短的時間 一個這麼好的改變 即是回收的意識開始提高了 大家 沒錯 我想是大家積累了比較多的 過去的一些宣傳 了解了這件事 雖然立法徵費的工具或手段 說大家現階段還未適合 但我們看到過去做的事 其實是有成效的 而希望短時間內可以更加進步 但接下來 局長怎樣繼續安排我們 這個回收的工作 我覺得那裡有兩大範疇 我們是需要做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真的需要加強我們的回收配套 因為大家一、二列的時候 就反映到我們的廚餘筒又不足夠 我們的陸在區的收集點又不足夠 第一,我們要加強我們的回收配套 第二,我們需要積醫的機會加強我們的宣傳教育 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是十分重要的 剛才你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在一些小朋友開始 我們剛剛就開始了 我們做一個我們叫做回收在校園 一個這樣的計劃 我們現在向一些學校參加 短短的時間 我們已經有超過300間的中小學參加 裡面有超過18萬的學生涵蓋了 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固然會有些材料給他們 教他們的學生怎樣做分類回收 但不是單單是一個教導 一個頭腦的教育 我們是說你學了之後 你回到家裡 在家裡學習分類回收 不單在家裡做分類回收 分類回收之後 將那些回收物你可以帶回來學校 然後我們派人去學校 集中帶去收 變成一方面是一個教導 一個教育 另一方面是他們真的去做 我們也不單是他們自己做 我們也真正幫他們收回回收物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 大家的參與來一起做 我相信這個作用是大的 我們經常說小朋友會影響大人 這個政策或計劃 肯定也會對大人有所影響 很多人都跟我說 這些叫做小手拖大手 這個效果是特別好的 我也相信會有一個好的效果 這是我們其中一樣做的事 而最重要是回收的工作 大家都要手拖手可以做 政策是一件事 政府支持是一件事 其實最重要是市民大眾 怎樣一起參與 不過配套和怎樣可以落實 一節就不用說了 下一節我們繼續跟局長盤點政策 好 回來節目時間 繼續跟謝天環局長盤點政策 局長剛才上一節我們說到 過去我們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回收的意識有所增長 但你也看到兩件事可以再做多一點 一個就是宣傳 另一個就是配套措施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在配套措施上 政府會有甚麼想法 剛才我剛才說過 我們在學校從小朋友開始 我們一個回收在校園的計劃 另外我們亦可需要擴大一樣 就是以往來說 不是這麼做得多的一個範疇 就是廚餘的問題 其實廚餘轉我們香港 我們生產的廢物就是三分之一 每日有三千多噸 所以我們怎樣把廚餘分出來 來回收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還要做一個工作 雇自然 我們在下游建了一些 我們叫做廚餘的回收設施 簡單地叫做廚餘廠 廚餘收集回來做發電容 最初我們建廚餘廠 後來我們發覺建廚餘廠要地 香港地也不容易找 所以我們建了兩個 接著我們會去香港的污水處理廠 污水處理廠有些污泥處理缸 污泥處理缸 我們亦可拿起來處理廚餘 一樣是可以拿來發電的 所以將來我們可以大規模處理廚餘 下游沒有甚麼問題 反而收集是一個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屆政府 我們特別在這方面來下功夫 我們今屆政府開始時 由我們的廚餘收集點 全香港約170個左右 我們加到現在 我們有超過1000個廚餘收集點 另外在家居廚餘 亦是一個很重要的範疇 因為很多人在家裡 都很想把廚餘分出來 因為如果你把廚餘在垃圾分出來 那些垃圾是不臭的 不臭的 有時可以讓你的垃圾袋 先把廚餘放滿 都可以丟掉 但如果有廚餘在裡面 就不可以 隔夜就臭的 所以需要丟掉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已經安排目標 都在所有公共屋邨裡面 我們都給他們一些智慧廚餘筒 鼓勵住戶來收廚餘 我們現在約全香港 200多個公共屋邨 我們做了170個左右 接下來幾個月 我們都會做完所有全港的公共屋邨 都會有廚餘筒 我們亦鼓勵一些私人屋苑來參與 政府可以資助他們給他們的廚餘筒 幫他們自己管理 我們看到這樣的做法 都很受這些居民歡迎 所以現在很多區議員 地區團體 都走來我們門口 要我們快點給我們廚餘筒 因為實際上 我想你可能留意新聞都經常說 經常爆滿 沒錯 拿到過去的時候 經常爆滿了怎麼辦 沒錯 你知道以前我們的回收筒 經常都會吃空餘餘 現在經常爆滿 所以我再有一個計劃 就是未來一年 我將這個數目再加大一倍 全港再加大一倍 還有很多人跟我說 屋苑你可以這樣做 公公屋苑 私人屋苑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三毛大廈單棟樓 我沒有地方放著月筒 你給我都沒有地方放 那些我們怎樣幫他們 所以未來一年 我們會設立100個 我們叫做流動廚餘的收集點 100個 還有我現在 已經預備設立100個 在一些垃圾站 裡面又設立一些廚餘收集的設施 方便那些 無論你是三毛大廈或是單棟樓 很多時候你都會用垃圾 你都會用垃圾站 那裡有一些廚餘的設施 可以用廚餘去那裡 除了家用 商用的 例如酒樓食肆 那那裡的配合又怎樣 剛才我不是說過 我們有170個廚餘收集點 我們擴展到已經是1000個 那裡包含很多 我們叫做工商的廚餘 工商的廚餘 亦擴展到一些商場 當然我們又去不到每一間的食肆 我都有一個廚餘收集設施 所以我們會安排在一些 譬如是很多食肆的地區 可能是一些後巷 以及剛才我提到的垃圾站 那些地方 他們都可以拿去的 都可以拿去的 希望我們擴大廚餘的收集 效果其實都明顯 剛才說到家居廚餘 如果說回我們剛剛 今屆政府開始的時候 每天我們只是藥膜收緊 1.4噸的家居廚餘 我們現在其實每天 藥膜都差不多收到60噸 變成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裏面 我們都加了 我想差不多有40倍 未來我們再擴大的話 我們會看到那個廚餘 一直會繼續升上去 局長的回收桶的量 即是廚餘的桶的量 是加大了之後 會不會是後面收集的 這些廚餘的工人或車輛 其實亦都要增加呢 這裏有沒有發現了 其實亦都有一個 孔孔吶吶吶的位置 需要去蓋起來呢 那一定的 我們前面做了 我們一定要收集的 但最困難的是 前面上的收集 把大家家居都拿出來 他放了一個桶之後 我們找車收集的地方 就簡單很多 所以那個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而事實上 我們亦都為一些工商業的大廈 即是一些大的商廠 我們跟生產力促進局發展了 有一種收集廚的機器 我們叫做廚餘再生盒 是 比較大型的機器 在那裏變成廚餘桶的量比較小 如果也是的話 可能要來收一次 甚至用得很多 要來收兩次 運輸的成本也不便宜 但是那個廚餘再生盒是比較大的 它可以裝一吋、兩吋 很厲害 甚至多一些幾吋都可以 它不僅是裝那些廚餘 它是密封的 裝了之後 它亦都可以將那些廚餘 不斷地來搞碎去打漿 做了一個預處理 變得去到我們的廚餘 或者直接去到烏水廠的烏泥缸 可以直接來做發電容 所以未來局長 我們都看不到新聞 是人們拿到過去的時候 擺不進去 我們將會看不到這種情況 我相信起碼會大大減少 而且哪個地方 人們這麼踴躍的話 我們會多放廚餘桶去那個位置 不怕收不到 最重要是你肯一起參與 最重要是你肯做 沒錯 不過其實在過程中 除了我們說剛才的新的配套 其實亦有一段時間 陸在區區其實局長 你們都花了很大力氣力 在社區上發揮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我想現在是回收 未來在陸在區區的工作上 你會有甚麼期盼和方向給他們 有幾大方向 第一就是我們希望聯同陸在區區的同事 讓我做多些宣傳教育 因為宣傳教育對於我們擴大 就是抓住現在大家對於減費回收的認知 和熱誠的支持度這麼高的時候 一度來擴大它 我想那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我們看到陸在區區 可能需要多些擴大他們的回收點 現在我們全香港 我們約會有兩百多個 那些回收點 就是陸在區區和流動回收點 未來一年我們希望將它擴大有八百個 八百個 還有將陸在區區的運作時間延長 有些人跟我們反映說 有些地方放工回來的時候 你就收了 所以我們希望延長一點時間 方便大家收工之後 都可以拿一些回收物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做這幾方面的功夫 還有我們也希望 如何加大我們的回收吸引力 其實我們在陸在區區的計劃下 我們有一個叫陸陸上的 譬如拿廚房出來拿一些分數 拿一些回收物去我們陸在區區 那些回收便利點 有些分數 那些分數現在可以去一些禮物機 可以換一些生油、即食麵、毛巾 都很受歡迎 亦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猜是為何很多家庭主婦 這樣支持 他們可能吸引力大 我在想我們開始計劃就是 我們擴大吸引力 因為現在要去那個禮物機 來換這些禮物 第一,我們禮物機的數目 要大廈規模擴大 都很重成本 加上禮物機裡放到的禮物 數量也有限 絕對十種、八種 所以我們在想 我們可否把它兌換一些購物券 變成可以換很多其他喜歡的東西 生油也可以有不同品牌 或者喜歡其他人不喜歡吃吃麵 喜歡其他罐頭 或者日常用品都可以 變成這樣做法會擴大吸引力 而且我們不需要再減少禮物機 這方面的操作成本 我們可以轉回來 截然 我覺得可以吸引力又擴大 彈性又放大 所以這方面應該對於我們推廣 這個減費回收也有幫助 局長在整個回收的不同的板塊 其實要填充到 都有相當多的工作 要繼續持之以恆 剛才說到我們小手拖大手 其中一個 我覺得大家都很想哭討 究竟物業管理 私人物業管理 究竟有甚麼角色 會收又如何做得更多 不過你要明白 如果這個節目一開始 局長可能… 今集我們說不完 可否約定你 下星期我們一起繼續探討 是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主持人物